他都比較喜歡聽指令 欸 那邊有 那邊有一個虎你 掉進去 這樣一次做完 昨天 對 做夢的時候 對於節目的型態 是感到有點緊張 因為是全新的型態 製作節目耶 我就說 前兩個月開會 我真的聽不懂 他們在講什麼 納豆比較喜歡聽指令 欸 那邊有 那邊有一個虎你 跳進去 我看到納豆 是完全可以 不用任何 我大腦不用想話 就可以直接講出來 那頂多就是 我們兩個就打起來 就是這樣 那打也不是 對啊 也是照三餐打 我覺得 複雜 因為以前 以前的合作 哇 你也會給我來這招 一開始覺得 哇 身邊少了一個 會碎嘴我的人 真是心情蠻不快 可是久了就突然說 欸 這樣我人生 是不會再進步 那你前面這幾年都還好 對 離開你之後 我就入圍金馬獎 欸 你應該就直接去做電影 上一次做愛你哪的時候 昨天 昨天嗎 對 一次忘了就是 可能有一些事情不用問到滿 比如說你今天做了什麼 我就會滿不喜歡他問我說 你今天去逛街 然後去到哪裡逛街啊 你逛了幾個櫃啊 然後你有看到什麼東西啊 然後你是不是有買了什麼東西回來啊 我就不喜歡問到別人 有人會問那麼詩啊 對啊 有人就是會問這些 有人就是會問這些 他會問你在花多少錢嗎 這個不會 看上去 看上去 說實在就是因為開始做自己的平台的時候 你真的會了解到很多東西 然後了解賬 要清楚 然後才會知道 怎麼去跟員工去分紅啊 或者是給他們獎勵啊 如何學會做一個好老闆 也就是從現在開始 我已經在學習 這樣每天工作時數是多少 每天工作 就他們最近很辛苦 都熬夜加班 但他們也不算我加班費 就是走心的你知道嗎 他們不算我 就是走心的說 老闆我跟你一起拚 你跟我越要求越多 我就跟你計較越多 我就跟你計較越多 要不要當員工 要不要當員工 我們缺會計 我們缺會計你知道嗎 哈哈哈 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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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